活到老学到老 蓝头市张和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让社区长辈学习拿笔写字 特别邀请专业的指导老师开办书法课程 让长辈可以一笔一画慢慢地学习 张和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曾荣和也表示 洪老师在退休后 每个礼拜五都会特别来教导长者书法 在智体方面更是另外一种风格 顺受长辈们的喜爱 我们这里的书法班每个礼拜的星期五 都是由我们的洪老师 他是南投地方法院退休的 他来我们这边每个礼拜的星期五 都来这边教我们的这个书法 他的书法在字型方面 字体方面他是另外一种风格 但是写起来字得很漂亮 张和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曾荣和也表示 近几年来在老师及社区的用心之下 目前学员已从原本的诗位增加到20多位 甚至30多位左右 欢迎大家有空一起来学习书法 我们这个班自从他来教这个书法以后 我们这个班的学生 本来这个学生的人事不多 差不多十位同学左右 但是他在教的这个书法方面 得到很多同学的认同 后来这个班一直学生越来越多 增加到现在目前有二三十位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这边学习这样子 藉由书法班的课程 长者们不仅能够练习字体 也能够好好的静下心来专心学习 对于专注力有很大的帮助 张合社区也表示 希望书法班的课程可以让越来越多人来学习 将这项传统文化持续地传承下去 记者邱平俊南投市采访报道